國際新聞 我們來關心美國總統拜登 已經參與行政兵領 辦發新的邊境的關節措施 如果今天揮發執政的金屬超過兩千五百人 就沒有要接受比喻的申請 而且要感化 肩膳回去未成功的天使 這個作法含著一千年 川普禁止穆斯林國家 以民執政是一樣一樣 所以他們去民主黨不管 共和黨來也有批評的聲音 現在連立國的南民宿 也公開向有拜登要輸購金錢的問題 民間關節措施 那是每天開發執政的人手 超過兩千五百人 就沒有要接受比喻的申請 一直跟人手降到一天 一千五百人以下才進行 還感化憲慣開發議員 到密西高的聽說 拜登無奈表示 他的民間法案 因為共和黨的總統 一直卡在國會沒辦法上當 他只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拜登說 先和這個措施 沒有使用在沒人規定的小孩 延年中待醫療 還是安全為學者 以及人口招數受害價定 這項新的比喻禁令 到日後一千年 川普禁止穆斯林國家議員入境 可以說同樣 因為民主黨人的不願 表示要採取法律行動的作動 共和黨這兵也一直批評 眾議員議長強身 說拜登只是在做好看而已 126天前 他看著鏡頭說 我沒有選擇 我都做了所有我都可以做 他嘗試要誘導我們 在這段時間 他沒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記得他工程了 我們有一個法律的責任 要建立一個正確的移民 這個歡迎 和保護人權 一個系統 一個政府 就是個法律的責任 批評 美南國南民宿 是公開 給拜登政府尋求 說這種 沒有差別性的比喻禁令 關掉一些 需要在國際保護者 申請的貫度 讓他們不安全站住的地方 甚至遇到 讓人輕鬆的方限 恭喜新聞 翁閻 文 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